耗资8.3亿元的官浦国小二旗工程 最近正式举行动土典礼 未来将新建44间中高年级教室 大草原操场、体育馆、行政办公室和地下停车场 可容纳1740名学生 而特别的是二旗工程的校舍屋顶将设计成绵延山丘 让中高年级孩子可以在上面玩耍 成为学生探索的知识游乐地 在中高年级的部分 因为我们低年级比较像家是两两的一个单元 那在中高年级开始有比较多的社群活动 所以在中年级会比较像一个小社区 可能四五个班级是一个群体 也没有每个班级旁边都有一些厕所了 它开始有一些四五个班级形成一个洗手台 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 那至于到高年级他们开始运动量更大 需要有更多的社交 所以会有更多和体育馆等等的大型空间的连结 有别以往让官员贵宾进行动图仪式 官普国校的二旗校舍动图典礼 由18名第一年级的学童代表 象征学生也能参与校舍的兴建工作 新竹市长林志娟指出 市府陆续推动了许多重大的教育建设 除了新校园运动之外还有班班装设冷气以及总图书馆 希望可以带给新竹市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们很高兴来到官埔小学的二旗工程动工的一个典礼 那大家都知道官埔地区这几年来因为人口急速的增加 那么孩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那新务市政府从104年开始启动了一个官埔小学的一个设校计划 那新务市政府对于教育工作的投入真的是非常专注 而且也不以余力新校园运动两个新的学校 27栋的校舍要重建 这个工作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 那另外我们非常重视的这个降温计划 要让全市46所的国中小班班都有冷气 那也都在进行了 那第三个同学步道 过去学校周边的这个步道环境不好 那我们也投入1.5亿 现在有14处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也持续的鼓励学校有需要继续提出计划 我们继续来向中央争取经费 最后一件工作呢 也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新竹市的总图马上要来进行了 那中央支持4亿 新务市政府要投入4亿 我们要在原文化局的这个办公大楼这里 来盖一个新竹市立的这个总图书馆 那我想这样的工作完成 这几个工作陆续完成之后 我们新竹市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最好的空间 有最好的环境 也有最好的学习的一个环境 教育处指出 关普国小的校舍兴建风格与第一期相同 采取低密度开放的群落式建筑 有别于以往的学校建筑 关普国小希望让孩子与校园一同成长 并且懂得感恩亲近自然与热爱土地 开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